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想用变法来改变国家面貌的王安石 面对皇帝的邀请却拒绝了 一军一臣 一老一少 在经过几次相互试探后 王安石又为什么义无反顾的投身变法 系列节目《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二集 谢天谢地你来了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 国内矛盾尖锐 边境战事不断 大宋江山危机四伏 神宗求变 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班招来贵族 地主阻挠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 负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霸相 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 到同一期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法 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 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宋神宗赵旭 登基做了北宋第六任皇帝后 留给他的 已经是一个经济严重赤子 社会矛盾突出的国家了 面对这副烂摊子 年轻的宋神宗 可谓是忧心忡忡 寝食难安 他很想施展报复 实现国府兵强文治武功 可他要知道 要实现理想宏图 光靠自己是不够的 此刻他最需要的是人才 没有他们的辅佐 再远大的报复和理想 只能是空中楼阁 于是他开始从朝廷文武百官中 物色人血 尽管时任疏密使的复辟 和时任御使忠臣的司马光 这两个大臣都露了宋神宗的法眼 可真当经过了一番交谈 宋神宗是垂头丧气 失望而归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复辟年事已高 清立新政的失败 早已耗尽了他改革的锐气 而且由于是九居高官 也已经变得是老于世故 英雄守旧了 而那个司马光呢 虽然是谦谦君子 但是满嘴仁义道德 跟宋神宗要求的 如何赴国强兵 增加财政收入 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然而就在宋神宗 为找不到合适人选 而苦恼的时候 天无绝人之路 有一天 他冷不丁地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啊 让宋神宗眼前一亮 那么他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本个系列 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 汪安石 说到汪安石这个人啊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 是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归纳为三点 第一 汪安石是北宋的政治家 文学家 改革家 一代名相 但后人啊 汪安石 汪安石只记得 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例如什么 唐宋八大家之一啦 还有什么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农绿万枝一点红 动人春色不虚多 等经典诗句 第二 王安石在中国的经济史 政治史上 充满了重大争议 甚至啊 到明清两代的这个数百年间啊 他一直遭后人的否定 乃至被骂 猪狗不如 你比如说像冯梦龙的画本小说 《警示通言》中 有一篇叫做《纽相公隐恨半山堂》 就这样描写王安石的 说啊 先朝有个宰相 他在下位之时呢 也着实有名有欲的 后来大权在手 任性胡为 做错了事 惹得万口唾骂 隐恨而终啊 第三 到了二十世纪初 王安石呢 又突然来了个咸鱼大翻身 当时最著名的政论家 梁启超 撰写了《王安石传》 宣告了翻中国历史上 第一大冤案 王安石呢 一下子就成了政治大明星了 曾经风光无限 大权在握的一代名相 王安石 为什么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 只是被作为文学家流传后事呢 他曾经当过官 而且还是宰相级别的高官 这样一件大事 怎么会被很多人忽略了 其中有什么原因 历史上 王安石的真实面貌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常常说啊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容易 是因为他面目不清 可王安石这个人 面目还是很清晰的 可为什么又有史学家说 他还是不好评价呢 要揭开这些历史的迷雾 我们就得从宋神宗 宋里寻他千百度 王安石却在灯火阑珊处说起 王安石自戒谱 生于宋真宗天夕五年 也就是公元1021年 出生在辅州临川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辅州 21岁那一年 王安石考进晋史 但之后的官城路啊 是非常独特 不走寻城路 在北宋一朝 堪称绝无尽有 如果要拿个参照物 来比照的话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那个司马光 两个人的仕途 是截然相反 如果说司马光的仕途 是平步青云一路官运横通的话 王安石显然是磕磕绊绊 大气晚成 有人啊统计过 王安石做地方官的时间 差不多18年 期间呢 虽然也担任过朝廷官员 但都是一些 没什么实际权力的副职 要知道 在神宗继位时 王安石已经47岁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都快奔武的人了 可当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官职 只是呢 一个在江宁办学的 收徒弟教学的一个学者而已 至于性格方面 王安石呢 和司马光一样 也是个个性鲜明 刚正不恶 做事上常常坚持己见 毫不妥协的人 但稍微有区别的是 王安石呢 比司马光更倔强 更固执 也更怪癖 既然王安石性格固执 甚至有些特立独行 而且以往没有突出的政绩 加上年龄很大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 搞变法创新的合适人选 宋神宗为什么还把他 列入到自己的候选名单中 这位年轻的皇帝 到底从这位年近半百的大臣身上 发现了什么过人之处 对他另眼相看呢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二集 谢天谢地 你来了 这里啊 我梳理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 他的不畏权贵固执心格 在他考进进士时 要在这个诗卷中写了 如子齐鹏的字眼 因为这个鹏啊 让当时的宋人中 想到了鹏党之争的鹏 犯了禁忌 从而明明考的第一名 就被降到了第四名 按理说 凭借着这个名次 他在地方上 做了这个几年官 按照当时的公务员 晋升考核管理办法规定 王安石是可以回京参加考试 通过的话 可以出任朝廷的官阁职员 就是也就是现在的 中央办公厅的职员 可他顽固的性格 偏不去京城为官 宁肯做地方官 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这个机会 然后呢 王安石去了银县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 当了直线 后来呢 朝廷鉴于欣赏他的能力 允许他 不用经过考试 破格提拔他 但王安石呢 就是不领情 坚决请辞 不做 还有一次啊 宋人宗皇帝 命令他和司马光 一同去修起居住 也就是记录整理 皇帝重要严行的工作 司马光去了 当王安石推辞了七八次 就是跟朝廷卯上进了 不去 最后呢 为了躲避朝廷派人送来的这个招令 王安石竟然躲到了厕所 人家没办法呀 把招令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就派人呢 追上去 把这个招令还还掉 第二 他的勇于革新 卓越政绩 这主要表现他 他在迎县任支县的三年时间里 他新修水利 平移物价 创建县学 低息带骨与农民 将当时一个穷困必赛的海滨小镇 治理得非常好 也正因为如此 使得人们啊 对他有个普遍性的期待 也就是说啊 如果王安石你入朝了 革新石壁 或许就有希望了 第三 他的心怀天下 关切国事 在他担任短暂的三思都支判官时啊 也就是中央掌管财政 预决算收支的职位时候啊 王安石写给宋人中 长达万言的严实书 我们称为万言书 在文章中啊 他已经提出了 救治石壁的系统的改革方案 这说明啊 不管王安石出任地方官 还是任职于朝廷 他都念念不忘 赵宋王朝的危机四伏 他一直有在思考 如何大刀阔斧的革新 而这个万言书 宋人中拿到手里呢 懒得理会 但恰恰也是因为这个万言书 却让在京城的士大富众啊 是广为流传 绝大多数人认为啊 王安石会是一个治国的能臣 而宋神宗就是有看到过这个万言书的 并且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看到王安石曾经多次拒绝进京做官的经历 年轻的神宗犯了难 虽然现在想让王安石进京做官 可他会不会像之前那样再三推辞 自己富国强兵的愿望与重担 是不是能够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呢 神宗的担忧并没有错 倔强的王安石还真的让自己吃了一回 闭门 很快宋神宗派人去了江宁 招令王安石进京 有句话说得好啊 百门不如一见 皇帝想和这个大名鼎鼎 但形势相当怪僻的民事好好谈谈 可王安石呢 老毛病又犯了 他竟然啊 说自己生病了 谢绝了皇帝的邀请 其实呢 王安石根本就没有病 他这么做 目的也是想观察这位年轻的皇帝 能够给朝局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 是不是一个明君 王安石的内心独白 其实简单讲 就是是否回京取决于回京后 我能干什么 也就是说 别看王安石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 实际上 他是希望施展自己才华的 是希望自己报效祖国的 只是之前太不得知了 得知王安石婉言拒绝自己的邀请 宋神宗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志在必得 追求的更加激烈了 当然 宋神宗知道 王安石想的是什么 于是 他决定先制造舆论 让王安石知道 我这次招令你进京 是真的要为你提供一个能干大事的舞台的 结果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消息已经传出 王安石立刻成为了朝中热议的人物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 支持 比如像司马光等大臣认为 王安石才华和能力是可以的 朝廷政治用人之计 应该给这样的人一次机会 第二种是反对的 他们认为 王安石性格怪僻 妖心利益 华众俱宠 实际上就没什么真才实学 朝廷一旦启用这样的人 必定祸害天下 还甚至有些好事者 还从这个面相学的角度来说 王安石是眼中多白 就是眼白很多 是奸臣之相 第三种是骑强派的 既不肯定也不反对 走的是中庸路线 比较典型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呢 王安石文才不错 能力还可以 当检官呢 还是称职的 但是呢 如果要担任宰相 则还是不够大度的 毕竟宰相度里能称传嘛 面对王安石的拒绝 宋神宗更加的求贤若渴 此时的他早已下定决心 必须要让王安石 进京辅助自己展开改革 可又一个难题摆在了眼前 王安石此次进京 究竟该给他安排个怎样的官职呢 虽然宋神宗铁了心 要让王安石辅助自己 但给王安石任命官职这事 绝不简单 那么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一开始啊 宋神宗决定任命 王安石为江陵之府 但很快遭到了其身边 这个智囊团的提醒 说江陵府是个大郡啊 直接任命从来没有过 一把手精力的王安石为之府 你显得陛下太过迁就了 而且欲擒故宗不能追得太急 反而你没了皇帝的架子了 另外呢 万一王安石欣然接受江陵之府的任命 就显得他之前的辞官啊 是嫌朝廷给的官员这个职位太低了 这反而给原本那些反对王安石 持否定态度的人留下了话柄 然后说就说王安石 你就想挑的大官座 这给以后王安石挑头 变法就难办了 宗上参谋给宋神仲一个建议 不妨将王安石放在朝中 比较不重要的位置上 一方面呢 不让人觉得王安石在跟朝廷讨价还价 另外一方面呢 也好有更多的机会 深入了解一下王安石的为人 再者说了 如果王安石真一心想施展报复 就是不会计较官大还是官小的 一定是会乐于接受的 宋神仲听着有道理 就采纳了参谋的意见 于是呢 将王安石召为汉陵学士兼皇帝士讲 这个职位啊 说白了就是陪侍帝王读书论学的差事 毫无疑问 宋神仲表现出了十足的诚意 这个时候 王安石你再不领经 也就太不实现了 就这样 西宁元年 也就是公元1068年4月 在招王安石为汉陵学士命令 下达七个月后 王安石终于进京受命 千呼万唤使出来 王安石终于受命进京 那么宋神宗该怎样确定 王安石是不是主持变法的合适人选 而王安石在京外做官多年 满腹报复 无从施展 这次得神宗的疯狂追求 他究竟该怎样对神宗展示自己的才识 对于改变国家现状 王安石又是个怎样的态度呢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为您讲述第二集 谢天谢地你来了 宋神宗是兴晰若狂 立即恩准 越次入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可以越籍 直接跟自己见面 汇报工作 在过去 皇帝不是随便什么身份和地位的人 想见就能见 那是要得讲等级和程序的 哪怕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都要写成报告公文 一层一层的向上报 而作为一个刚刚被任命为 汉林学士的王安石 你一进京城 就能立即能够单独面见 皇上 这书足以说明 这个王安石受器重程度之高 同时也说明 神宗皇帝面临自己接手的烂摊子 是心急如焚 只能特事特办 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么 接下来这场君臣谈话 效果会怎么样呢 宋神宗能满意吗 对于这次用心良苦才安排下来的干部考核 说宋神宗能觅得知音吗 事实上 宋神宗与王安石这次见面被认为是开启变法的序曲 对话内容也非常的经典 据王称撰写的记转题北宋史 东都市略王安石传记载 在那次交谈中 宋神宗开门见山 一上来就问 目前这个国家财政枯竭 国苦空虚 赤字严重 国势衰微 边境也不安宁 国家正是到了内忧万化的地步 在你看来 要改变这种局面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这简直像公务员的深论题目 王安石回答的也非常干净利落 他说 方金治国之道 当以折树为先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 就是希望宋神宗在治理国家时 世事能以上古的谣地 顺地为榜样 王安石的这一回答 实际上是一与双关 首先 他否定了北宋现在实行的政策 提出要有新的治理方案 接着呢 他也在变相地推销自己 说明自己跟其他人是与众不同的 观点独到 自有一套 当然宋神宗也不是傻瓜 你说让我效法 谣地顺地 就有点不着边际啊 所以就请教了王安石如何看待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宋英宗 大宋靠什么方法 这个百年来能天下太平 据续自治通编长篇 王安石全集等文献资料记载 宋神宗询问王安石说 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便 出之太平 以何为道 这问题是问啊 宋朝开国至今数百年 总体天下太平 那么他治理之道是什么呢 难道是姚帝顺帝的这套方案吗 针对这个问题啊 王安石事后 专门花了几天时间 专门写了一篇政论文章 名叫《本朝百年无事》杂志 文章寓意先养 先保后别 深刻的剖析了宋仁宗统治的 四十多年中的种种的弊病 通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 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 指出英雄守旧的危害 并就立志 教育 科举 农业 财政 军事等 诸多方面的改革系统的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文章最后还说 则大有为之时 正在今日 臣不敢择费江民之义 而苟桃为继之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呼吁改革正在这个时候 他自己也愿意身先士族 鞠躬尽瘁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 这几次谈话对神宗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安石提出的痛下变法的决心 坚定变法的意志 以及日后变法的思路 跟宋神宗是不谋而合 如果说之前宋神宗对于王安石 是神交已久 那么现在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了 宋神宗非常认可和其中王安石 大有相见恨难的感觉 总之这些日子来啊 宋神宗为改革而苦苦寻找的知音终于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立主改革 这确实让宋神宗大喜国王 面对来之独异的知己 宋神宗再次肯定了自己的信念 富国强兵的重担要交给王安石了 可是让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政敌很快现身 这个人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在牵制着自己 而让王安石更没想到的是 这个敌人竟是宋神宗安排给自己的 他就是司马光 事实上就在神宗皇帝下招 着身王安石为汉林学士兼士读学士之后 过了五天 他也把当事任检官的司马光 升为了汉林学士兼士读学士 随着司马光的介入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双雄争霸的格局 说到这里 有观众又会问了 你前面不是讲过 宋神宗曾经考察过司马光 但后者满嘴的仁义道德 让宋神宗很失望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 宋神宗还要用它呢 这里神宗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神宗继位后 经过一番海选 相对器重的能力强的大臣有两位 一个是王安石 一个就是司马光 而他们两个人呢 都在当时是声望很高的 彼此旗鼓相当 一个写了著名的万言书 一个有可传式的自治通鉴 两个人呢 又学富武车 才华横溢 如果要叫板的话 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能相互叫板 才会有让人有无法忽视的影响 而且他们的观点呢 时常会有所分歧 如果让他们各疏己见 除了能有所制衡之外 才能起到兼听责民 更加有利于自己驾驭全局 树立权威 王安石和司马光 后来成了严重对立的阵敌 相互否定 甚至演变成了党同法裔 和书生一起的闹剧 这其实都是后话 而眼下 一场针锋相对 唇枪舌剑的对抗即将上演 而且后来也变成了互相语言攻击 司马光也突然翻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期节目中 杨极为您讲述第三集 变的 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